分区立委名单明天就要揭晓了 而于天在安全榜单边缘辛苦挣扎 挺于势力最后一刻卖力的冲刺 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胡瓜张飞 这些综艺大哥大连署的推荐广告 现在又传出反而是另外两名蔡姓立委 被挤出了榜单 现在各方角力不断 据说蔡英文很伤脑筋 蔡英文参加全国工人总工会表扬模范劳工 主办单位原本有邀老委会中央级官员 可是全部缺席 理事长忍不住公开抱怨 工会表态挺蔡他听了当然很开心 不过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 星期三就要公布党内派系山头抢翻天 在榜单边缘挣扎的余天 最后又刊出半版广告 王彩华胡瓜张飞都连数挺他 名单怎么选换蔡英文很头痛 现在没有所谓出局 也没有所谓安全 因为这个决定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 所以这些名单还在考虑当中 明道公布时刻蔡英文不宣布答案 本土社团和转战三重立委的高志鹏 都跑出来帮余天卖力抬轿 最后一集动作一波波 这时反而传出 令两位争取竞榜的蔡姓立委很紧张 余天太座李亚平淡淡回应 李亚平说 余天感受到演艺圈朋友们的深刻温暖 政治实力最后对决 不知道是全国民气 还是党内派系 谁能胜出 TBS新闻 夏明镇潘瑞台北报道 路可来台之游